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五角形单元花片的编织以及它的连接 我们环形取针 在这个线环里勾出两三个锁针 继续勾针绕两圈 在这个环里勾出两个未完成的两卷长针 这样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两个线圈一退,需要退两次 再绕线 再退两次 这样勾针上有三个线圈,一次性的拉过来 这就完成了一个这样的枣形针 我们这里需要勾针十个辫子 然后继续绕两圈 还是要勾三个未完成的 长长针 这样四个线圈全部拖过来 这就完成了两组 大家需要勾出五组这样的五角形 因为是五角形,我们要勾出五组 大家如果说想勾大一点的话可以勾出六组 我们勾完最后一组,看一下和第一组的连接 先勾出五个辫子 然后我们把线这样拉紧 先勾出五个辫子,然后勾针上绕三圈 找到第一组顶端 勾出一个三卷长针 两个线圈一退,需要退四次 好了,然后这里就完成了 我们开始往下编织 这一圈呢,我们要在这里的地方 也就是十辫子这里勾出十二个短针 刚开始是一个辫子 我们先勾出一个短针 后面呢,勾到这里的话 再补过几针 这里先勾出六针 二 三 直接到下一组 勾十二个短针 最后呢,勾到这里 把刚开始第一组的时候呢 已经勾出了六个短针 我们要把它给它补充完整 三 找到第一个短针上面 勾一个引拔针 大家如果换色的话 就把线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不换线的话 就直接接着这个线 开始编织最后的一圈 开始编织最后一圈 然后把它两个连在一块 随便找一个 这里呢,是勾了十二个短针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我们是不需要勾织的 直接从第二针开始 从第二针开始 编织连续勾出四个短针 第五针里 勾一个加针 也就是两个短针 完成之后三锁针 下一针里 两个短针 后面依然是空一针 后面依然是空一针 三 那这一组呢就完成了 完成了一个尖角的地方 最后一针和第一针 是不需要勾织的 然后直接跳到下一组上面 连续勾四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现在呢我们开始连接 需要勾织三个锁针 这里先勾出一个 把枝片拿过来 再勾一个引拔针 再继续勾一个锁针 这样呢就完成了连接 再返回到未完成的这一片上来 这里勾出两个短针 后面依然是勾四个短针 后面剩一针不勾 这样就完成了连接 大家如果勾多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连接方法 勾织就可以了 连接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尖角 如果是三片连接呢 我们就是一直 这地方连接 再有一片呢 还是在这个地方 从中间呢 拉过来之后 给它连接在一块 大家把后面的完成 最后我们在刚开始 第一个短针上面勾引拔针 结束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